大家好,我是白胖碎碎念 今天我们来说一下 晚清大饥荒真的是干旱 人口多造成了吗? 翻开晚清史书,饥荒的记载并不多 但翻开各地的限制 饥荒则经常有 尤其是各种洪灾、旱灾、蝗灾的发死 限制里随处可见 或许这些都是各地的小饥荒 难以引发重视 真正波及数省 时觉时间长的大灾荒则比拟罕见 晚清时期同样发生过如许的这种大悲剧 1875年光绪即位 而据史料记载 这一年华北、中原及陕西等北方地区 开始出现大面积干旱 干旱持续了三年 最要命的是波及到了南方 江苏、安徽、甘肃、四川等地 也就是说 大半个中国都笼罩在干旱的恐怖气氛中 几百年一遇的大旱 受灾国民高达两亿人 直接形成一千万人被饿死 锦山西就饿死了三分之一 达五百万人之多 惨痛程度在清朝建国以来 闻所未闻 多年的干旱导致禁地干涸 庄稼绝收 终极导致恶朴遍野 根据事先的记载 这次大饥荒可谓赤地千余里 积平易近五六百万之众 古所未有 灾区积民为了存活 竟然将小石子磨粉 活面为食 或者直接取关鹰白泥为食 然而 没过几天 积民就会因泥性发胀而死 1876年12月11日 申报对山东灾荒进行了报道 激离玉七脉子流离死亡者多 其苦不堪言状 朝廷派前公布侍郎 严禁明到山西视察灾情 一路千里 所见百姓都形同枯狗 耳边环绕的则是各种堕累与惨叫 枯海塞图 绕车而过 惨喘呼救 望地而将 最惨烈的 莫过于人吃人 一子而食的人文悲剧 当所有能吃的 不能吃的 都被吃光以后 人类只能互食 鸡则掠人食 当有的家庭饿死人后 其他人便将亲人的失身分食 活人吃死人还好理解 最残忍的莫过于将老人与孩子杀死后吃掉 甚至还会出现 抢死人的闹剧 最恐怖的是 一些外来人总会莫名其妙失踪 原来都被当地鸡鸣弄死吃掉了 在饥饿与生死眼前 一切人类的规则 尊严 禁忌都不复存在 人间变地狱 鸡鸣成了魔鬼 为何会引发如此大面积的严重灾荒呢 最普遍的说法就是 持续多年的干旱 对于干旱的记载 各地的通制 县制 都有广泛记载 比如四川 南疆县制 记载了川北的汉情 丁丑碎 川之北义汉 而八 中 南 江 通 江 三周县由盛 赤地数百里 和苗粉稿 颗粒阀灯 但干旱真的是主要缘由吗 或许那时的临盆力比较低 但也不至于持续干旱三四年 而且还是波及半个中国 从人类有气象记录以来 根本没有相似的记载 风调雨顺难求 但如此惨绝的干旱的也不会发生 发生如此长时间 大面积的干旱必定是人祸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后面无数次大灾荒都证实了始于人祸这个道理 另有专家提出了生殖过多的原因 这个更搞笑 此说法以为当时人口爆炸性增长 土地过度开垦严重 毁坏森林 水利 最终导致发生大灾荒 人口确实增长较快 那个时期 中国的人口已经达到4亿 仅北方五省发生灾荒的人口 就达1亿人 但这种说法 根本不值得反驳 也站不住脚 幕下当今中国有13亿人 人口岂不是更超债 人均土地岂不是更少 生产效率岂不是更低 毁坏水利岂不是更甚 按这种说法 现在的中国百姓根本没法活 年年要闹饥荒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